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杜尖花配图 我们先了解杜尖花是喜欢什么样的土壤 它是喜欢具有非常多的腐质剂 而且在后期短粒结构多了 才有利于土壤疏松肥沃 配比的土壤里面有泥炭土 还有核砂珍珠盐 还有有机肥羊分 配比的比例也就是2比2比1比1 土壤既疏松透气 逆水信号又肥沃 这样就能满足杜尖花的生长需求了 如果觉得使用这种配比方法麻烦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购买这种植物营养土 首先呢泥炭土它腐质剂多 而且它含的酸性也比较高 核砂沥水信号透气信号 珍珠盐保水有机肥羊分 是经过风干腐所好的 用来给它换泡土壤 就不用担心它会引起烧根烧苗 在后期分解的腐质剂自然也会多了 这样就能满足杜尖花的生长需求 就直接给它换泡均匀就可以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振开的旺盛的杜尖花 可以剪可以不剪 但是呢现在是它的生长旺盛期 还是建议大家把它修剪之后 再给它上盆 因为给它上盆之后有一段浮盆期 它的根性没有吸收到任何的养分 还有水分 这些花朵呢 它会消耗集出自身的一些养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些花朵给修剪掉 剪了之后我们再给它上盆 这样减少养分稍后 在后期它才会更快的浮盆 这样子给它修剪完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那么我们就选用一个合适的花盆 花盆不宜过大 过大的花盆不好掌控盆土的干湿度 先给它上完三公分的土壤 然后再给它加入一点农家肥这种养分 做底肥再给它覆盖住养分 然后再把这个脊柱放下去 往两边回填土壤就可以了 上了之后我们要拍打本壁 这样根性以土壤更加贴合 接下来就是给它浇定根水 这些水里面给它加入一点这种杀菌药 多菌磷 也就是内需型的 一比一间的比例 就一次性给它浇透 接下来就是后期的养护 在浮盆期间我们要把它放在 有散色光通风的环境 养护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增加空气吸度 这样才能够让它更好的生长 更快的浮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独煎花上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